我国最大的海洋研究船海岩五号 在今年初完成东沙首航之后 五月跟六月再度前进中沙 以及南沙太平岛水域进行探测 珍贵的画面在今天首度曝光 2700顿级的海岩五号 在六月西南气流最旺盛的季节 前往国境之南南沙太平岛 途中遇到了被避加颱风 但因为海岩五号拥有动态定位系统 在大风浪中也能够精准定位科学仪器 还能够24小时空巡不中断 精确的扫描了太平岛郊外的海床地形 也让正合群郊的海底地形地貌首度曝光 过程中意外发现太平岛的海底有一陡坡 相当于101大楼的高度 探勘过程中海岩五号差点搁浅 这么大船我们大概是在200公尺水深的地方 就会停下来 当我看到200公尺的下一刻 眼睛就看到海底了 因为那个都是很干净很清澈的 那个珊瑚礁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海底的礁盘 那真的是两脚发乱 当时海岩船在七八级风 浪高六公尺的恶劣环境下 将探测仪器下放至水深 四千三百三十公尺 这也是台湾海岩船史上首度在台风 完成南海史上最深的探测 研究团队发现太平岛群郊过去是活药的火山 在早之前海岩船也深入中沙黄岩岛扫描海床地形 海科中心表示南海有许多的海底火山显示两千多年前南海扩张时有非常回药的板块运动 预期海底也有许多重金属矿物可能也隐藏高科技产业关键原料稀土 颇值得期待 借陈树军 陈昌伟台北报道 五月十七号 五月十七号